由3月1號開始就撤銷長達 這個差不多兩年的口罩令 很開心、很興奮 終於不用戴口罩了 為什麼會繼續戴 全民都戴 但我們不戴很怪的 不想表記了 越來越多人會開始不戴口罩出街 會不會擔心感染的風險會高了 沒什麼口罩失去 我真正都不怕 那麼容易就脫了 加上少了很多美女可以看 讚嘆香港人的眼睛是多漂亮 我覺得細菌是Body Reception 是會健康一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在銀Cover 很開心、很興奮 終於不用戴口罩了 沒錯,就是政府在2月28號宣布了 由3月1號開始就撤銷長達 這個差不多兩年的口罩令 不知道各位街坊會不會戴口罩出街 今天街坊觀察隊就來和大家看看 第一天撤銷口罩的情況 政府宣布今天開始就不用戴口罩 你們知道嗎 知道 知道 知道的 知道 那為什麼會繼續戴 因為今天要去一些 Clinic的地方 那我覺得安全一點 聊尷尬 今天早上都戴口罩 全部人都戴 只有我們不戴 很怪的 不想丟棄了 我們一開始是 打算不戴口罩出來的 但是 看到地理罩 那麼多人都是戴口罩 就戴口罩 羊群效應的嗎 不知道的 你現在說我就知道 所以我還戴著口罩 今天撤銷我就脫了 我喜歡脫口罩 對於撤銷了口罩令 你們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心情 很久都沒有脫過 可以在街上吃東西 很開心 是啊 很興奮啊 今天就馬上不戴 開心的 也好啊 戴了幾年了 開心的 不過看到街邊 那麼多人都戴著口罩 就知道其實都沒什麼改變 開心 不過人多的地方 都是自己小心一點 如果不戴口罩好 因為看到那些帥哥的樣子 哈哈哈 又不是 真的超級開心的 我都會戴 我戴DXD 我還是安全一點 之前 就一直都戴口罩 你是想防疫 還是因為 政府有這個措施 所以你被迫要戴口罩呢 政府有這個措施 我們要戴 如果不是變了犯法 你知道我們香港人 手法手慣了 那都要遵守的 其實就不是這麼想戴 我本身都經常不戴 不是 本身都戴 本身戴 不要叫我 防疫 好自然 我很想戴 其他地區都很早已經不用戴口罩了 你覺得政府在這個時間點上 說撤銷這個口罩令 是不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點呢 跟澳門的 因為澳門剛剛開了 對 就是要不收拾 跟澳門 真的 你好香港 你好 香港 歡迎你 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考量 可能有些壓力 人家見人家做 可能自己有跟著做 我不肯定 遲是遲一點的 不過好過沒有 願望成真 我覺得還可以 越來越多人會開始 不戴口罩出街 會不會擔心感染的風險會高了 覺得會的 因為理論上 全部都是說話那些 其實都很容易都有 所以保障自己的 你可能自己戴上會好一點 我也中過了 我可能有好大失去 我也中過了 我沒中過 要中就會中 不關大人不大事 大了你也會被家人或朋友傳染 不害怕 好像沒什麼了 現在 我也是 送政府不害怕 有政府不害怕 上遍政府 不太擔心 不過就是 街上少了很多美女可以看 讚嘆香港人的眼睛 挺漂亮的 我剛剛才中完 應該都還有抗體的 我沒有中過 不過我又不是很害怕的 你不要傳染給我 因為我家人中的時候 我都沒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家人中我都沒事的 如果你和你們一群朋友出街 你們的朋友全部都戴口罩 你會不會跟著他們一起戴口罩 都會戴的 那畢竟 那麼多人戴 你不戴 好像看起來很尷尬 全部人都戴著口罩 只有你一個人不戴 那每個人都看著你 還沒戴 如果他們發聲說想戴的 跟朋友 一樣 你們兩個都比較重中 是呀 我們害羞的 應該不會 我應該都會脫口罩 因為 他們戴是他們的事 我不想戴 我自己不戴 這麼容易我當然要脫 那我又不會任勻 我可能很辛苦的時候 我都會脫下 不會戴 我覺得細菌是一個 身體抵抗 有時要接觸細菌 才會自己產生一些抗體出來 那是會健康一點 今天第一天撤銷口罩令 還看到很多街坊都戴著口罩 看來大家都是非常小心 很謹慎 很怕被感染 不知道你們又怎樣看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就是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不如做個訪問吧 嘩 真是你 嘩 好捧場啊 謝謝你們 我們這邊這邊 多謝你支持 晚上你們訪問那些 不正常愛情研究所 你也有看嗎 有 你被 洗腦了